所以我们台客几百集将出 Nasi Lemak Nasi Lemak Ayam Gorreng Jok 哇,老李没有倒水去饭那边 他也没有跟我们讲饭要加水 要加水的,上一集我们有饭 你是来开玩笑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亮仔飞 看我们的 这个是什么 谁走 给大家看到有血先 所以你不需要再讲表 是水种问题 跟肥没有关系 今天又要水种一下 先开箱这个 你介绍你自己了 介绍了?我也介绍你了 这个是刀削面很特别 我就拿来介绍一下 刀削面是怎样叻? 就是那些面是用刀来削的 好像是那种削... 可是我觉得我们那些版本没有厉害 我们那些米红粿上有个面 对 不知道中国有没有米红粿哦 不懂啊 中国跟朋友玩,你可以告诉我吗 中国很久,中国一直要翘时 不说这样子出货是吗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亲切感 你还给中国的人告 中国人不要告我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亲切感 但是要告人 明明是第一个人告 是啊,因为还歪一边 是歪向左边 哈哈哈 OK,来试试一下这个 刀削面 静止热水,静止明火 明火是吗? 就是不可以点火啦 他没有叫你这样子的放在火上面煮 好啦,刀削面啦 最好你要给我看到有番茄 我跟你讲 你最好有给我看到有菇 还有这个是什么 肉 番茄猪菇啊 不过他这个很久了 对啊,死于1984年啊 我都还没有出生 你出生了吗? 三岁 哇,你这样老子 哈哈哈 第一个 哦,乱的咧 我以为是干的那种 红干那种 其实这种有没有方法 我觉得有啊 因为没有哪里可能卖这样久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 削面 然后过后就是这包 不懂什么 所以应该是汤哦 这样没有番茄咧 可能在里面咧 那个菜 诶,有有有 我按到有东西 这个 手套 这个是纸袋 没有丢垃圾的 手套 手套 哈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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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没有番茄 诶 是不是按到东西 我没有感觉有肉咧 哦,我扁了咯 它就这样子了 诶,是这样开的吗 是是是是 好 还有加水 啊这种水咯 可以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玩咧 跟我们那种水应该差不多的吗 那个是玻璃水啊 这个没有玻璃 可能自来水而已咧 当你去到非洲那种地方的时候 马是要喝 哈哈哈哈 是啦 哦 有有有肉 哇,我吸到很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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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哦 好香 诶,那个红红一直在那边散的是什么东西 哦 它卡要没有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所以咯,现在我们就要加热这个东西 嗚嗚嗚 竟然都要做这种 这样等耗时间的咧 我们就在另外开箱的 不一样的东西叫 台湾滷肉饭 你有这个是什么吗 滷肉饭咯 这是那时候我们开箱的 共饱鸡丁饭的同样牌子 你啊,生啊 这是等下滷肉饭 没有滷肉啊 可能只有肉没有滷肉 哈哈哈 好啦,所以这个饭好水 我们就等它弄烧啦 最好咧,你给我看到有肉 哈哈哈 要像那个公饱鸡丁这样没有肉 总觉得没有吃到肉 全部都 花生黄豆还是什么的部分太多了 不要这个里面全部拆 这种很 哈哈哈哈 是这样子开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又来这个 那天从头到尾没有用过这个 哇 哈哈 哈哈哈哈 突然间的哦 比尔森 嘿,比尔森 嘿,比尔森 很幼稚咧 哈哈哈 都很胖咧 现在我们要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营养美食菜包 很明显没有肉 OK 蛤? 没有了哦? 真的是没有肉 它就只有一个菜也要饱 有咧 有咧,有肉咧 有咧 又有给多一个手套 这个是头套而已 哈哈哈 怕下雨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下雨 天际的朋友啊 做多虧心事的人会被雷屁 哈哈哈 又很像我这种 我天天出门都很怕雷屁 刚刚从那个泰克吉巴回来的时候 对 你怕那个雷 屁我不用钱不要屁我蛋口 哈哈哈 哇 哇 哇 请嗅嗅看 你们嗅一下 嗅嗅 嗅 你嗅啊 哈哈哈 哇,这个真的香耶 哇 哇 这滷肉饭我觉得可以啊 看了会流口水的咧 没有煮就觉得它很像中啊 欸,会不会煮了就不香啊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放好水 就盖回去 好,我们现在就来聊天了是不是 我来聊一下 哇,那天泰克吉巴 白独的泰克吉巴 第一天的那一天咯 四点卖完 多好骗些 等下你四点卖完 少骗 一开始来的时候 原本朋友圈 奶茶店的老板 他为了支持我们 就买一个十二片 还是十三片这样 我的员工就心想 哈 先做掉他的 因为他的很多份嘛 一下手做 购买全部了 哈哈哈 我就完全溜定 他原本只是心想 我先做给他可以吗 结果呢 那人就一直来了 然后一直到四点卖完 有一些朋友 他们是直接买了 十片二十片这样子 所以也是很谢谢他们的支持 那有一种情况就是 会让大家等太久 因为我们的员工还不熟啊 所以有一点乱 然后又有一点慢 我们第一天更搞笑 翠江城整个倒掉 整个地板好像油 油了白气这样 哈哈哈哈 当我们要抹那个翠江粉 就用掉一个小时 提早来order的那些顾客 我们刚才讲 两个小时才拿 他们也没有讲什么 他们讲OKOK 谢谢你们提亮了 那边的员工都比较新一点 所以 会有一点小乱 所以 我保证你们现在 看到这影片去的时候 不会 下次不要买十片 不要买太多 哈哈哈哈 到十片就给了 哈哈哈 我们到七点的时候 到七点的时候 我们有四十个单 还没有出到给顾客 就是因为太多了 真的 多多包含 太厉害了 我做到饮食业 那么久没有遇过这样子的 四点到七点三个小时了 还有四十多个单 还有四十多个单 没有出 重点是有很多人 因为等太久 然后直接不来拿 就谢谢你们了 因为他们的支持 不过嘛 不过下次你们回来 我保证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是 OK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上次我们不是讲要做活动咯 现在 Austin的奖军令你们注意一下哈 12月12号 我们再一次做回 两杯水 买一个鸡排 就是一块钱 所以你们记得哈 但是也只有 12月12号跟13号这两天 OK 在Austin买朋友 买朋友 哈哈哈哈 在Austin买奖军令 只要任何两杯水都好 鸡排就用一块钱 一块钱 他们还讲诶 有可能他们会放上 他们的food delivery那边 如果你们有要找 food delivery的话 他们也有可能会放 如果没有的话 就没有了 哈哈哈哈 就没有这一段 你就不要剪进去了 我不管我照办 真心被你放就不了 哈哈哈哈 不然800片很难卖完 那么接下来叻 台客鸡排还有一个活动 是给任何台客鸡排蛋糕的 不了KL 我们的台客鸡排 有一个特别特别的挑战活动 哇 终于来挑战了 终于来挑战了 你们只要可以在15分钟里面 吃赢我的那一个主厨 只要挑战赢他的话 你就可以获得500块陷阱 哇 陷阱 好 所以你们要知道他可以吃多少 你们去看我的影片 好啦 所以我们的这个刀削面 应该是好了 哇 没有味道掉 鸡排就吃到鸡肉饭的味道 哇 好像板面耶 可是很滑 够了够了够了 水种了水种了 他是不会肥的 哈哈哈哈哈哈 喂 喂 够了 够了水种了水种了 多一点水给你种 哈哈哈哈 正所谓刀削面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削面 用刀削的面好不好吃啊 哇 很烧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你哇 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那面粉很面粉 哈哈哈哈 他的面粉就太面粉了 我觉得整个在吃面粉 你知道吗 吃啥 你吃什么 没有吃到什么 我爱吃什么鬼 你应该会喜欢这个口感 不喜欢 他有点像厚版的米粉粿 哦 米红粿我们都是比较薄一点 他很厚 可是他少了一种Q彈Q彈的那种感觉 就你所讲的面粉的感觉 没有那么Q彈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肉 哦 肝是干了一点 不过很入味 真的吗 吃看 他的肉 哦 真的很干 有点像我们的Barting 它这个汤很开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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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就是有一个怪味 你有发现吗 有 就是那个面粉的味哦 哦 整体是OK啦 如果它肉碎再多一点就爽 是 我们才吃两片肉碎 已经没有肉了 如果你们要让它更好吃 你们加多一点肉下去 它就会比较爽一点 给分了哦 我可以给3分 我给到3.5分 不错吃了其实 我真的觉得有点像米粉粿 真的有点像米粉粿 可是是后版的米粉粿 因为很奇怪还不滑 又不Q 它很死 如果我们的技术 带过去中国的话 我们一定是 可能中国人会跟你讲 因为这个只是包装 你来现场吃就不一样了 哦 是的 忘记了 它还是方便的 下面一杯 我们的卤肉饭 你看它熟了没有 3.2.Action 诶 还没有熟 哇 诶 你没有倒水 哇 然后你没有倒水去饭那边 那也没有跟我们讲 饭要加水 要 要加水的 上一集我们有罵 米戏咧 开玩笑的时候 我忘记了 那是米咧 黄瑶 那个米已经硬到 诶 我忘记了 我完全忘记了 好啦 我相信米是一样的 米我们就不要平衡那么平衡 哈哈哈哈 好啦 米应该是个公饱鸡丁 饭是一样的 如果要公饱鸡丁 是这个卤肉的分量叻 一定有分 真的是煮了 没有什么味道的 是哦 我还是觉得可以放这一个来吃吃看 乳肉可以刀削面 我觉得可以 你把它舀出来 让它干面 刀削卤肉肉面 啊 真是聪明啊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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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香味 嗯 这样吃OK 所以其实配饭应该也是OK的 哈哈哈哈 单独这样吃不OK 我们单独吃 就吃到一个有油腻腻的味道 可能加上这个又有番茄味 试试试试 试试试试 这样可以耶 以后我买这个 哈哈哈哈 可以给它饭丢掉 试试看啦 倒下卤肉面 哇 我已经感受到了 哦 可以 100分 哈哈哈哈 这样子吃才会有一点高分 现在只是单独吃它乳肉啊 比较低分 哈哈哈哈 诶 很难评咧 这样子 哦 西北好吃的 诶 好吃 哦 这样吃就好吃哦 那单独吃就没有什么特别 真的啊 好吃耶 哈哈哈 OK 来 只是评它的乳肉 哈哈 难评咧 如果配东西一起吃 它应该可以到3分了 我记得现在如果只是给肉 我只给2分了 很奇怪 单单咬它的肉来吃哦 没有什么味道 还有一点油油腻腻的感觉 可是如果这两个配起来 10分你给到啥 8.5分 我也是知道吗 是这个 因为 番茄汤里面有点开胃嘛 再把它乳肉这样放过来 哇 这两个 又开胃又咸又 哇 爆炸 中国有新菜单了 爆香乳肉饭 是台客鸡排有新菜单了 哈哈哈哈 开始卖拿西冷卖哦 可以可以 所以我们的台客鸡排即将出 拿西冷卖 哈哈哈 拿西冷卖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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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客鸡排 台客鸡排 总结今天 这两个 你觉得这个比较好 还是这个比较好 这个比较好吃 我也是觉得刀削面比较好吃 虽然它的面有点怪味啦 但是不影响啦 所以你给我选择的话 我也是选择这个 因为它的汤 很开胃 那个我现在联想它有饭啦 我也是觉得还好吧 所以今天就介绍你们这两款啦 鸡肉饭 还有刀削面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也可以去买来吃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分享订阅 记得点赞 还有订阅艾亚的频道 还有把主的台客鸡排开了 记得过去哦 OK See you in the next 看下影片 Bye Bye 诶 塞了你 塞了你 塞我的咩 哈哈哈哈